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又要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兵的生活日常 這時候回音剛好遇到寒流 那差不多溫度這10度左右 晚上的時候大家都在那裡吃宵夜吃泡麵 我問他們說為什麼要吃泡麵 他們說因為天氣太冷了想要吃點宵夜 其實他們都已經吃飽吃完 晚餐才回音區 但是他們就是想要吃泡麵 那這次我帶了一些牛肉乾還有餅乾回音區 就希望這週不要再餓肚子了 我們每一個週末都要定時跟軍中回報說我們到底有沒有出門 有沒有喝酒有沒有開車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就如果有做什麼事情都要回報 那我在那裡亂回報 因為其實只要回報不出門 然後不飲酒就可以了 那結果我在那裡亂打 我打不喝酒不吸毒 結果大家還在那裡跟我亂複製貼上 結果全部的人都跟著我不吸毒 全部都不喝酒不吸毒 不喝酒不吸毒 在那裡亂打 超智障 這天早上我們都在刷油漆 那油漆就是在刷的時候會噴到地上 那其實需要用報紙上鋪著 但是我們在新竹風很大 所以你那個報紙鋪了 沒過幾秒鐘它就飛走 直接飛到世界外面去 所以呢那個鋪報紙就直接懶著鋪 那我們就也直接就給它刷上去 然後滿地都是油漆 我們已經刷油漆刷到真的超無聊 所以我們就已經開始在那個旁邊路邊的石頭去撿起來 然後在上面寫名字 就寫那個要誇到退伍的人的名字 就給它寫上去 一個一個寫 然後所以你就是可以找到很多名字的石頭 在我們的銀社旁邊 那因為這時候開始有人要退伍了 我們就開始亂搞 有人就是把油漆直接在鞋子這樣亂刷 直接不演了 直接開始亂搞了 那反正他們要退伍 他們也不可能在延後退伍嘛 所以他們就是開心亂搞 午餐的時候又是吃飯問題 我們就是加菜的時間非常的不一定 然後又非常晚 所以你變成如果你想要加菜多吃一點的話 你就要等非常非常久 然後犧牲掉你休息的時間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非常不好 而且你等這麼久 那食物都冷掉 你要吃一些冷掉 然後像是廚餘的食物這樣子 就其他連都已經開始加菜了 但是我們連就是堅持不給你加 就是他說我們還沒有開放時間喔 你就開放加菜時間 就不讓你加 其他連都在那裡開心加 然後夾夾夾夾到我們連上 他們也沒有說什麼 就其他連夾到我們連上的食物 他們也沒有說什麼 然後我們自己夾自己人 自己人自己夾自己的菜 他們就在那裡 受不了 下午我沒有繼續刷油漆 那那個油漆桶應該是 25 30公升的那種油漆桶 很大很大一桶 那我們就真的是開心亂塗 就塗得超厚 我自己就塗得超厚 厚到那個過幾天就之後 那個油漆這樣厚厚一層 然後還裂開來這樣子 就真的是油漆當不用錢來塗 真的很爽 那我們在庫房裡面明明就有看到補塗 但是我們問班長說 我們有沒有補塗 就是那個刷油漆之前 不是要先把牆面用平嗎 就是先用砂紙 或者是有什麼東西可以把它用掉 然後把它鋪平 就是有坑坑洞洞 你要有補塗把它鋪平 然後過幾天你再來刷油漆 我們都律過這些步驟 那明明就有這些東西 有補塗 但是連開都沒有開 完全沒有人用這個東西 我們就直接 就直接開始刷 所以那些油漆就是一些坑坑洞洞 還是在那裡 然後就是亂七八糟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買的東西 結果不用 就真的不知道在幹什麼 刷油漆的時候 那個護具班長也都不給我們 他就是硬叫我們刷 然後我們問他什麼 他都不理我們 結果有人就真的刷油漆刷到 噴到眼睛 整個眼球就變成白色 他就在框去洗眼睛 然後重點是班長還在那裡愛理不理的 就連想要帶他去醫護所 都沒有想要 他就在那裡繼續刷 繼續刷 那麼這天運動時間 真的是被整 整到爆炸 就是我們有體測合格 不合格的人員 那合格的人員 就我們要去跑那個營區 跑三圈營區 忽然跑三圈營區 其實很累 一圈營區差不多一點多公里 所以三圈營區 就是三千公尺 有夠累 一直跑一直跑 沒有休息 我們整個是被整 因為如果你跑到中途拖隊 跑到後面去 他們都先去休息 然後我們在那裡認真跑 真的跑完三圈營區 真的是忽然要跑三圈營區 真的是非常非常累 那我們就真的是被整 就越認真的你就越累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這一天的早餐時間 我被派去冰桶公裁 結果害我完全沒有吃到肉包子 真的是就沒有早餐可以吃 然後又有那個超智障的基本訓練 在那裡原地旋轉360度 一直轉轉轉轉轉 那早上呢我們又繼續去刷油漆 那我們繼續把我們的憤怒 發洩在牆壁上面 就在那裡暴力刷油漆 刷到滿地都是 結果呢 最後我們還是要去刷那個地板 就把那個油漆刷掉 這一天中午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有一個非常邪惡的班長 竟然他去受訓 就是去支援還是幹什麼呢 反正他要離開營區 去其他地方支援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超級開心 就終於不用看到他了 下午我被派去一個垃圾公裁 那那個垃圾公裁呢 真的是超級垃圾的 就是我們可以撿到十幾年 二十年前的垃圾 就是一些學長啊 一些骨灰級人物的垃圾 都在那裡 什麼撿到馬桶啊 什麼一大堆酒瓶啊 什麼一些酒 啤酒 然後瓶子 然後那些鋁箔包 鋁箔包 感覺都已經被什麼 分解了 就那鋁箔包完全就被分解了 就是上面呢就已經 哇賽 超級厲害 就是一些骨灰級的東西 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的東西 都被我們挖出來 那因為我們這個營區要加裝監視器 那監視器呢就在營區的那個牆壁旁邊嘛 那牆壁旁邊下面都是垃圾啊 那為什麼這個 加裝監視器的公司 沒有預算去處理這些垃圾呢 就我也不知道啊 轉過頭 結果就變成我們全部的人 都要來處理這些垃圾 不同林的人都有派出公債來處理這些 很智障的垃圾 還有一些零件耶 就一些 處理下來的 那什麼鐵 管子啊 那些車子零件 什麼奇怪的 國軍 那些國軍的東西 那些零件全部都被我們挖出來 就真的是 還蠻瞎的 那工程也不處理 那就叫我們自己人來處理 啊重點是那個處理 還蠻可怕 因為滿地都是那種 有刺的樹枝 那個刺啊 有人就直接被穿刺到腳底板 直接穿過鞋子刺到腳底板 超痛 啊 然後我們又在那個超級危險的地方 差不多五公尺高吧 那個整個 生洞 五公尺高 然後你要這樣爬下去 就很困難 然後你要把垃圾丟上來 就真的很智障 重點是還會挖到一些很奇怪的 滅火器啊之類的 真是還蠻瞎的 垃圾公拆 我們運動時間還是持續被整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我們機械牌就很可憐 整個保修臉已經夠爛了 我們機械牌是爛中加爛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我們直接在那裡跑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啊別人別牌的都去打球了 都去運動其他東西 啊我們跑 跑一跑機械牌 跑一跑跑一跑 直接跑去吃飯 跑去拿餐盤碗筷 因為就直接吃飯時間了 直接 跑回去 吃飯 連運動時間 就是我們自己打球的時間都沒有 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繼續有人在那裡裝 就是假裝跑不動 然後就脫隊 然後他們就可以先去休息 真的是不知道在幹什麼 今天早上我們都在清潔那個 我們刷油漆掉到地上的油漆 地板上的油漆 我原本我們用刷子在那裡刷 但是根本幾乎刷不掉 超級難刷 所以我們後來就變成用鏟子來挖油漆 那鏟子這樣刷油漆 刷到後面越來越暴力 大家都把那個憤怒轉移到這個油漆 那個破爛的銀色上面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那裡亂敲 把那個地板敲一個一個洞 然後把那個樹啊什麼都把它敲爛 然後再把什麼瓷磚啊全部都敲立這樣子 把所有的憤怒轉移到那個牆壁上面 我們機械牌永遠都是最後 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們要嘛是我們自己脫 那就算了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班長在那裡拖 或者是有誰在那裡拖 就是都慢慢來 然後其他人都被帶去吃飯了 就是另外有兩個牌組 全部都帶去吃飯 我們機械牌在那裡不知道在幹什麼 受不了 我們就在那裡智障等 一直吹 班長也不理 我們就在那裡延後 快要20分鐘才上餐廳 然後就連那個執行官 應該是執行官吧 都來問說 怎麼還沒有帶上餐廳這樣子 就是有過智障 然後重點是下餐廳也一樣 就要拖 就大家一直拖 變成我們又最後休息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中午起床 我忽然被告知要去站哨 因為我也沒有去看那個哨表 因為我星期上次回營的時候 我才去看一下 喔好吧 好像沒有我看了兩次 好像都沒有我的名字 結果今天忽然 哇賽我怎麼要去站哨 反正站哨也沒有什麼很累啦 就是站在那裡輕輕鬆鬆 你可以走來走去 然後還甚至去找副哨聊天這樣子 重點是我忽然被告知我要去站哨 然後結果我還呆呆的去那裡 一起集合排隊 就午休起來要集合排隊 結果讓那個班長 一直點 欸怎麼多一個人 然後他還被那個執行班長退貨 叫了他重新點人數 結果他查查查查查 說欸 你要站哨啊 你怎麼還在這裡 然後我就 嗯 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就這樣默默 從後面跑出去 然後去準備站哨 有一個字這樣 根本 站哨的時候 就是如果要集合 遇到集合 好像是不用集合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也沒有人告訴我啊 我也不知道啊 這一天有發生一個 超級特別的事件 叫做柳橙汁事件 反正呢 就是有人在那裡打賭說 你敢不敢去問旅長說 那個桌上的柳橙汁 我要喝這樣子 啊真的有人就 直接衝去找旅長 那旅長呢是坐在整個餐廳的最前面 有一個20人大圓桌 全部坐滿高官 旅長呢 是坐在最後面那一個 他直接去問他 他就拍拍肩膀 問旅長說 那個 報告長官那個 喝剩飲料 我們可不可以喝 那個旅長當然說OK啊 結果他們就在那裡喝柳橙汁 那重點是那個柳橙汁 聽說超級難喝跟水一樣 結果我們後面 被唸的 結果不是去問旅長 我們在群組裡被唸的是 他怎麼站著喝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就長官 他們很care的點 有點智障 反正後面就 陸陸續續 因為 就因為 柳橙汁事件 去拍旅長問他 我要喝柳橙汁這個事件 讓 讓 接下來 所有的午餐 晚餐 都有果汁喝 真的是超high 然後我們也就是陸陸續續被 長官啊 或是班長 班長沒有啦 班長也就是跟著我們一起 什麼什麼 還蠻酷炫的 比較上面的 什麼臉長 副臉長 比較大的 就開始有念念我們幾句說 你不可能去 郭台銘公司 然後問他說 你那個剩菜剩飯 要不要給我吃 郭台銘的公司 怎麼可能讓你吃到 餓肚子呢 你在講那什麼垃圾話 還要去找郭台銘要飯吃 那國軍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憐 他們基本的 一些正常會需要使用的 基本的用品呢 都非常短缺 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連垃圾袋都要省 就你垃圾滿了 不是就丟嗎 垃圾滿了 還要在那裡省垃圾袋 不知道是在幹什麼 我們在那裡拋垃圾 然後還說要 超級省那個垃圾袋 什麼垃圾袋用太多 什麼 這種垃圾話 真的是受不了 那有一個消息就是 有另外一個營區的人 就是也是我們成功嶺 下去的人 掉到畫糞池裡 然後直接送急診 像是這種奇葩的新聞 就是真的有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 就是 國軍都是隱瞞啦 不可能往外報 所以新聞一定不會報這種奇葩的新聞 那這種事情天天都在發生 你看 那個刷油漆噴到眼睛 然後 現在又有人掉到畫糞屍裡面 早上我們又繼續清理油漆 那那個油漆就是 連那個窗框上面的油漆 不小心噴到 全部我們都要拆下來洗 真是超累 結果我們在那裡 跟著那個超棒的班長 就在那裡聊天 抱怨了完整的一個小時 整整一個小時 我們全部的所有的怨恨 全部都在跟那個班長上 有點像是訴苦這樣子 而抱怨的大概內容就是有點像我們在 跟其他人比較 同一個營區 同一個連上互相比較 那變成我們機械牌就是 很可憐 然後又沒人 然後其他牌組都在那裡開心輕鬆 我們在那裡刮油其實真的是 很累很累 我們在那裡出工才跟其他連聊天的時候 那其他連在問我們說 昨天有沒有吃特別好 他們在那裡吃披薩喝飲料 我們在那裡吃廚魚 然後還吃不飽 真的是他們是長官還是班長請客 然後我們在那裡吃廚魚 其他連來上我們連上的廁所 都說哇賽你們的廁所怎麼那麼破爛 真的是啊 所有的東西都很爛 我們整個連就超爛 不管是長官在那裡亂搞 銀色也這樣破爛 然後他們其他連還非常非常自由 他們可以自由上下餐廳 他們甚至連不想吃的 就可以留在那個寝室裡面休息 我們在那裡還要帶隊上下餐廳 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我們在那裡基本訓練 在那裡李正掃吸 然後原地旋轉 他們完全不需要 就完全就是比較出來 我們就這樣憤怒了一個小時 結果憤怒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還是在那裡稍微清一下油漆 其實幾乎沒有在清理油漆 我們把窗戶拆下來 衝一衝 結果又裝回去了 根本沒有時間在那裡清理什麼油漆 也沒有人想要清理油漆 大家都要耍廢 平常已經夠誇張 今天又更誇張 飯是冷的 菜是冷的 食物全部看起來像是被挖過 然後那個一個桶子 裡面的飯 什麼菜啊 全部都只剩可能三分之一 超級超級少 然後我們有一 快要一百個人在那裡要吃飯 每個人這樣一口一口冷掉了 廚餘 然後 所以直接吃完飯 有人就直接打1985了 直接打1985 其實打1985還蠻有效率的 就變成我們在那裡跟班長反應 班長也只能說 他們也沒有辦法幹什麼 飯是冷的 菜是冷的 他們也沒有辦法幹什麼 他們還在那裡說 這鍋子是溫的 結果裡面飯是冰的啊 那鍋子是溫的是要幹什麼 班長都不想要理我們這樣子 所以我們直接打1985 其實還蠻有效的 20分鐘 長官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們也吃到冷的飯 晚上夜覺的時候 我們那個副臉長 就又把大家留下來說了一些 就是官方話 然後 講一些 就是官方話 大家都 互相看他互看 然後直摇頭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就他還說什麼 如果我飯冷 為什麼還要吃 講什麼垃圾話 我肚子餓我不吃 我是要怎麼樣 我要餓死是不是 然後還要說什麼 那我們臨上有微波爐 可以拿回來微波這種垃圾話 一百多個人把飯拿回來微波 那是在講什麼功 反正副臉長就講給大家 都會官方話 變成我們裡面 又他一直強調說我們有階級 不要以下飯上 就變成我們不要去找旅長 要果子這樣子 這種事情在發生 那他又一直強調說我們有階級 所以我們也根本就不想要理副臉長 因為就是有階級嘛 我們幹嘛直接給你反應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機桶鴨匠 亂七八糟 一些官方話 拖到我們休息的時間 當然講完這些官方話 副臉長會問大家 還有問題嗎 還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當然沒有人提出來啊 大家是想要找死是不是 大家也想要休息 他當然拖我們休息時間 大家都說沒問題 其實問題可大了 看看這些影片 問題可大了 然後那個打1985那一個 他也被抓去 反正他也就是有點像被威脅嗎 就是被威脅說你在打1985 你可能就會被禁駕這種 很芭樂的話 就什麼打1985會被禁駕 可是他拖到我們休息時間嗎 然後我們晚上睡前 真的是把所有的憤怒又繼續發洩 然後我們在那裡一直嗆長官 後面說說說說 我們要去揍長官這樣子 然後講一些搞笑話 然後有人在那裡動作比較大 他就用力踢一下 然後說幹我的腰兩架了耶 因為我們之前副臉長有跟我們答應說 如果我們戰哨認真 然後體能合格 我們就可以放腰兩架 結果說了完全沒有做到 那說這些其實沒有什麼 重點是副臉長剛好就在他的旁邊 從後面這樣走過去 然後他這樣子一踢差點 踢飛那個副臉長 我們大家也無法快速阻止 因為副臉長很快 剛好副臉長也是在我們寝室裡面睡覺 直接從我們後面走過去 大家笑反差點打到副臉長 然後還在那裡講副臉長的壞話 超好笑 還好當時就比較亂七八糟 所以副臉長沒有說什麼 他應該也沒有聽到啦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走過去說 你在幹什麼 你不要 因為他動作還滿大 用力踢一下 然後那個用力踢的人他就說 沒有啦我在練跆拳道啦 聽起來我們保修連就是要保養東西 那我被分配到保養一台堆高級保養車子啦 我們竟然擦車是用衛生紙在那裡乾擦 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隨便亂擦 然後在那裡耍廢 看到執行官 執行班長我們就把手機收起來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又轉移戰地去保養槍支 那我們反正如果你要保養的時候滑手機 你就要提高警局實施戒備 只要門稍微這樣蹦一下 你就要把手機收起來 然後看一下到底是誰 確定不是什麼長官 或是什麼連長夫連長之類的 你就可以繼續把手機這樣掏出來 就是一個又緊張又輕鬆的一個狀態 中午吃飯的時候食物的確是熱的 然後還有水餃加菜可以吃 然後就旁邊有人就說 打1985蠻有用的嘛 我也不知道 要繼續看下去才知道 我們中午12點竟然有人可以放12點假 就是那個拉菜公菜 他們拉菜公菜 其實福利還蠻好 就是他們每天早上 雖然早起半個小時 早起十幾分鐘吧 15分鐘而已 他們出去 大概拉菜拉到9點 直接從9點滑手機滑到12點 然後他們還可以補修到下午2點 然後重點是還不用站少 所以他們福利其實蠻多 重點是他們還可以放12點的假 星期五12點是榮譽假 就是提早還算4個小時吧 結果他們在那12點的假 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1點多他們才放假 就還蠻好笑的 然後有人就是沒有吃午餐 因為他們想要趕快出去吃飯 結果他們就在那裡哀嚎 肚子餓了到底要不要出門 那我們放下午4點其實也蠻爽的 因為我們下午是一個學長 但我們掃地 那我們被分配到掃寢室 反正寢室掃一掃 差不多快1點半左右 我們就寢室都掃好了 那我們就1點半 直接整內物整到3點半 那其實整內物整幾分鐘就可以搞定了 反正就所有東西整好 我們就開心滑手機 從差不多2點 2點滑到3點半 就真的很爽 滑滑滑滑到準備放假 還蠻輕鬆的愉快 反正一樣就是這樣 好人待你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上天堂 如果是壞人待你 他就會一直叫你去掃地 不同的人待 直接有不同的結構